击霸三年 听说了吗 修真家的豪杰们 集结了百万大军 马上就灭了那个狗屁踏仙军了 八四没一撇的事 那人如此能耐 谁胜谁负还不知晓 当心你的小命啊 就是要是那群修士们败了 那位继续称帝 明年可就又该换年号了 你们猜那位 还能想出什么狗屁年号 什么都比几霸好听 不过咱没想太多 先瞧瞧此番结果如何 莫为于法力高深 为人阴动 我们还是谨慎为上 不要着蓝他的道 说的没错就有道理 都到山脚下了 你们还在这儿 磨磨叽叽不肯上去 难道想等莫为于自己爬下来 真是群胆小怕事的废物 薛公子 你怎么说话的 凡兵家用事 谨慎为上 对啊 要是都像你这样不管不顾 出了事谁来负责 我们这等凡夫俗子 自然和薛蒙这种天之交死不同 不如您自己上山 我们在山下静候着您 提着莫为于的脑袋归来 你 阿弥陀佛 薛施主 老僧知道你和莫为于丝绸甚深 但是逼宫一事事关重大 我们不必图一时之急 不然丢了性命 谁来负责 负责 那我问你们 有谁能对我师尊的性命负责 莫山他软禁我师尊十年了 整整十年 十年前 莫山自封他先军 突变如风门 七十二成不算 还要搅滅剩余九难半 后来 莫山成帝 要把你们赶尽杀绝 两次浩劫 我和师尊军 你一己之力拼死相互 是我非如此 你们还能活着 还能好顿顿站在这跟我说话 这 我们又没说不救楚宗师 再说了 莫山是楚宗师的徒弟 当师父的本来就该负责 师主身严 薛师主 你不要着急 我怎么可能不急 那是我的师尊 我的 除了师尊 我在这个师上 一个咳进去都没有了 我自己能不去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